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斯普拉寶劍士又再度回來了 今天我們收到了一個新的朋友給我們做的一個投稿 那他目前的狀況是他的段位是在S 那他使用的武器是斯普拉射擊槍 那他這次遇到的問題是大概有三個點 他覺得自己在力回上像一個木頭一樣站在原地射擊 就是讓在這個場次讓這個CV桶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擊殺他 那遇到雙槍也是在原地旋轉視角打不動他 滾來滾去最後被這個雙槍收掉了 那第二點是打著打著就跟隊友失散 常常想要在前進埋伏敵人的時候回過頭來 發現隊友離自己在很遠的一個地方 然後也因為這樣被對手包夾 第三個是SP打開之後 找不到敵人也打不到人 希望可以讓我們這個斯普拉寶劍士 幫他看一下他自己的狀況 可以怎麼樣的去改進 好的,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就來開始進行這位朋友的復盤吧 這個朋友使用的這個武器是這個斯普拉射擊槍 那場地是坐頭購物中心 然後比賽的模式是真格與虎的部分 好的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我們開局其實都還是老樣子 我們還是要先來看一下說現在目前我們場上武器的編程是怎麼配置的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在我方這邊有星星爆破槍 然後有這個三發列魚弓 星夜射擊槍跟4%射擊槍 4%射擊槍就是我們這位朋友投稿的這位朋友 那敵人這邊是這個洗鼻桶 是背包的 然後再來是桶裝旋轉槍跟4K 還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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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槍MG 對,專業模型槍MG 好 這個看起來目前以這個搶魚呢 其實開局我們可能要看一下說我們自己跟對方呢 有沒有有沒有破魚有沒有人帶隊伍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魚 是會不會有我們這裡比較好破 還是敵人這邊比較好破 好 開局看起來他們這邊比較有優勢 好我們開始出發先走右邊這邊 好先前到這邊 欸發現這個桶裝 欸這個表現不錯這個表現不錯 看好實際點直接出發喔 看來他是想要抓這個4K 好 剛剛這個地方喔 我們就前面我們就邊看邊講 邊看邊講 剛剛前面這一個小地方 我個人覺得喔 他前面呢做的不錯的點是在這裡 先先擊殺到喔 抓到缺點擊殺到 然後上去想要做這個4K打擊 他這個打這一兩下喔 你基本上我覺得在這個力回上來講 我自己的習慣了 你在力回上 你打了現在譬如說你打了 大概你打了大概兩發 那其實基本上你應該是三雀 三雀才可以擊殺到敵人的這個狀態下啊 如果說你沒有殺到他的話 那我會蠻建議你 其實可以先淺沒下去 再去做擊殺 會比較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呢 其實基本上你這兩發 打下去之後 其實他要三雀才會死掉 我們剛剛有說過喔 那他現在目前 這個敵人已經往左邊移走了 那你現在其實你抓著你的手把 在做射擊的時候 其實你現在手部相對的講 其實是會比較僵硬的 而且你整個人 是會顯露出來就是很明顯站在這裡 就其實就像是 這位朋友說他遇到的問題 那基本上他游移走的時候 你用你的這個體感 在慢慢這樣移過去的時候 當你還不確定他游的速度有多快 跟抓不抓的到的情況下 我建議呢 其實你先淺沒 然後換到這個位置 去射擊去抓敵人 相對來說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再來呢 是我們其實等一下可以看到喔 下大概下一兩秒之後呢 其實他的他的隊友 其實在這個地方這個MG他其實就跟上來 其實就會相對來講比較危險喔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想要去抓到他的第三下的話 我會蠻建議你先稍微淺一下 看一下好這個時候 他這個4K已經移到旁邊去了 然後他的隊友現在是從對的情況下 但現在目前剛剛這幾針的狀態下 可以看得出來已經 準星其實已經整個跑掉了 就已經沒有瞄在敵人的身上 也不是順著這個彈道在做這個進攻的喔 在做這個在做這個瞄準的 所以呢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喔 最好的做法呢 是像剛剛那個情況 其實你先潛下來 然後橫移 橫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的手把跟你瞄準的整個視角 應該就會面向是這個位置 這樣子的話 你在做立回的時候 我覺得射擊來講 應該會準度就會更好 好這個時候 好剛好有帶到 有帶到 非常好剛好有帶到 剛好再加上隊友的魚炮來攻擊 這一波剛好隊友有幫助 這個非常好 好前面可以看到吸鼻桶下來 好 這個前面啊 前面這個 看得出來是想要開一個這個 終極發射來做一個驅趕 把這個 順便把這個吸鼻桶殺掉 可是開起來之後呢 其實終極發射彈道啊 在你開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會比你想像中 打的還 它是一個拋物線射擊 所以它會比你想像中打的還要高 所以如果你人在這 然後你想要打在這個位置上的話 如果你的準心是瞄準直線的話呢 那它就會變成這樣 它就會變成往下 所以你要去習慣一下 它彈道的那個取色的位置在哪 如果距離更近的話 譬如說如果你的敵人 離你的地方是比較近的 那你稍微往下的話 確實是會 確實是會打到沒有問題 但如果敵人他在這個位置 那你你如果是直的瞄準的話 有可能有可能你就是往下打 或者是你如果拉太高的話 可能就會往上 所以終極發射我強烈建議 要習慣一下它的那個彈道的那個弧線距離 到底是多長 好 我們去看一下 好 剛剛呢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個敵人其實他已經在這個 這個富士山的旁邊了 所以如果要抓的話呢 我是建議想要抓他 或許其實可以游到這個地方來 可以看得更清楚他的位置在哪 那這個彈道的發射可能相對來說 就比較不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因為現在站在一個高處 你已經本身就已經很高 如果你把你的準心往下的話 很有可能會打在你眼前這一塊 然後但是如果你抬高一點 又可能會打到後面這裡 好 OK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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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黏蛋先丟出去 好 這個 這個 下預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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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躲掉 很好 好 現在目前呢 黃隊呢 是少一個 少一個隊友 好 NICE 這個曲感抓不錯不錯 很好很好 但是現在目前 現在這裡有點危險 現在這裡真的有點危險 對對對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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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剛剛隊員順勢抓掉 這個很漂亮 好 現在是由對方拿魚 在右下角 這邊的這個埋伏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蠻OK 沒什麼就是在這裡躲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蠻建議就是說 因為其實敵人很容易從這裡出來 一起來正常是做什麼 看到都是敵墨的情況下 一定會先射擊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這裡其實都蠻危險的 這裡其實都蠻危險的 很容易被抓到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考慮躲在這個位置上 或者躲在這個位置上 就是你躲在一個 他上來以後不會馬上發現你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其實會蠻好 會更好 更不容易被發現 好 這邊呢 剛剛是上來 因為這個吸皮筒的範圍比較大 所以就直接被抓到了 好 這個第二輪現在目前呢 我們這邊是倒三剩下這個星星寶破槍 好 但是他現在一個人在拿魚在前線 好 他被收掉了 好 現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得出來 右邊好 最遠端這邊有一個 最遠端這裡有一個敵人 然後在中間下面這裡有一個 在MG 好 不是 吸皮筒 吸皮筒被收掉了 好 我們拿到 好 這個 鯊魚開出來 左邊有一隻 左邊 左邊 桶裝 喔 收掉桶裝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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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啊 這邊 這邊吸皮筒 剛好是 我覺得剛剛的這個地方 剛剛的這一輪啊 這邊其實殺掉這個 桶裝旋轉槍我覺得非常不錯 但站在中間的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地 不夠漂亮 很容易讓人家直接出來 我覺得可以選擇是往後面高台 或是往敵方的高台上去 你的視野會看起來更好 好 下一輪 這一輪 喔 又可以看到 這邊隊友感覺是 在前線上是比較容易先這個 被收掉的 好 隊友 對手拿魚了 這邊走 右邊上來是可以的 看一下 看一下 啊 這邊 哎呀 有一點小危險 有點小危險 有一點點小冒然前進 剛好是有打到 好 剛剛左邊這邊打到兩下 其實 其實有點可惜 有點專注在魚上面了 其實剛剛這一下 兩下打到的時候 其實這個4K 或許其實在後退一點收掉它會更好 收掉它之後 我們再來打 我們再來打終極發射 再終極發射再打 然後終極發射開的時候 開的時候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這裡前面眼下這裡其實已經是敵末區很多的狀態 這終極發射開出來有可能 會不太好 如果沒有順勢收掉的話 或者是你收掉這隻魚 但你很有可能會被這邊的這一隻 這個敵人先收掉喔 OK NICE的 剛好出來 哇 這個就賺到 這個就完全賺到 但是吃到魚泡 很可惜 他剛好出來要殺他 但是完全賺到 剛好賺到兩隻 但如果剛剛他又是可以選擇在更後面打的話 或許這條命是留下來 在戰場上 剛剛那波倒二的情況下 說不定就可以再往前推進 好 洗鼻頭 好 洗鼻頭 好 隊友拿了魚想要走左邊 好 走左邊高台上去 這邊是 桶裝 桶裝 哇 這一個 這一個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的點是說 呃 他剛剛呢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桶裝 在我們要出發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已經看到桶裝大概在這個位置上 大概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其實在下幾秒的時候呢 你發現他好像要下去了 你發現他下去了 你發現他下去了 然後他下去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 或許是其實可以順 如果都已經上來 你是不是要順勢從這裡上去 從後面去包他 我覺得更好 但是因為他下來以後 這裡很明顯有一個方塊掩體 這個其實以這個桶裝旋轉向來講 他一定會躲在後面 然後橫向走出來射擊 所以等於說 如果你現在這樣游過去 很有可能就是直接被他命中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假設真的想要走這裡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子 這樣子進攻會更好 會比直線來的更好 直線的話 因為他可以橫向走出來 但如果你從這邊的話 他這裡有一個魚 他一定要打魚 所以他的彈道直線是一定是會這樣發射出來的 所以如果是你可以從邊邊 從他的側面過去 那他還要轉向的話 你可能多多可以爭取到一點點時間 雖然說剛剛最後面這邊 其實是有擊殺 是有擊殺到沒有錯 可是如果要是換了一個方向 從後面牢 或是從左邊下面上去的話 那或許他可能要花更多時間 你們可能可以二打一殺掉他 讓你不是死 這個是有點可惜 好魚掉了 飛往前線 地板有點小張 左上角是蝕筒 這一個我也是覺得有一點可惜的點 雖然說鯊魚出來是不可避免 還有剛剛不小心沒有上牆 沒有上到上面去 但是以剛剛的這個情況來看 蝕筒的這個攻擊範圍很大 他其實真的多波 他是這個扇形的方式在波 他其實大概多波個兩三下 其實這一區基本上應該是從這裡上 很有可能是直接被波死的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上去 就算你成功上去 他剛剛背包可能也開起來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我覺得 如果在前方這裡都沒有敵人情況下 從這裡落上去可能會比較好 從這個角度 從後面 從這裡 上去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裡其實有一個隊友 已經在做一個 已經有一個隊友在準備要抓人了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或許 這樣子做這件事情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這邊呢可惜被帶走 好下一回合出現 現在是七六對五二 剛剛還算是有點小優勢的部分 現在魚呢是要從前面下來了 然後下面下面追很緊下面追很緊 這個下去就有一點點非常可惜兼危險了 因為其實這個看得出來是稍微是有一點點心機 因為敵人其實真的是要進來 確實是 這個確實會讓人家覺得很緊張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 他們雖然進來了 但是我覺得 在這一種情況下 可能 你要先看看 你從這裡下去的時候 你的射程 敵人一定是一波 這裡有一個SP 然後這裡有一條魚 敵人一定是一波從這邊出來的 一定是從這裡全部殺進來 全部殺進來 但在這種情況下到底該怎麼做呢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去守住 比如說要被推進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 安全先不要死是首要的 然後把SP擠滿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丟副武器 等待時機 然後SP出來 然後擊殺 然後再反擊 這樣子我覺得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現在這個很明顯的都是大莫敵人 開始在那邊狂灑莫王這個階段去灑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下去 了不起最多讓你抓到一個人 但你就算抓到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也有可能會殺死你 所以其實對於這一個大防守來講 還是沒有太大太大的幫助 我覺得會我會建議如果是我的話 我說不定會其實會從旁邊這裡下來 然後我把這邊的墨都塗一塗 看能不能把SP擠起來 然後做一波反攻 因為他們上了小高台之後呢 他們還是要再等待重新破魚 才可以再次進攻 那這邊不小心被帶掉的時候 剛好也只剩三發六攻 那剛好他們也上了這個 所以讓對方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關鍵的一個去突破進攻這件事情 他們就可以完整進攻 把防守突破然後做一個很大波的進攻 一定會是在這個時候 所以這種時候呢 是最常見到的就是會被大逆轉這個時期 就是剛好其實你瞬間全部被帶掉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剛剛在那一個回合出發的時候 能做什麼事情 就是守住好防守這件事情 盡可能的去防守讓他們沒有辦法 做到這麼大分數的推進 退到13分 7.14 OK好 隊友停下來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就會進入到最最最難打的狀態喔 最難打喔 因為你現在退到這個1分 你現在只有贏才可以耶 所以它會變成是你要注意到的每一個地方 就會變得更多 你可能要留意 尤其是在這個圖 要這麼的困難 你要怎麼樣去小心防止別人 繞背啊偷抓你啊 就會變成是你要注意的事情變得超差 所有的事情你全部都要注意到 你都要留意到 甚至你可能要更稍微激進一點的 去創造出一些關鍵啥的東西了 這邊 右邊 這個就是這個也是可惜 他剛剛這個正常來講的 銅裝旋轉牆一定會躲在旁邊蓄力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是 你其實這樣有一點預判喔 就等於說你一上去的時候 你已經就是直接瞄準這個地方了 要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要丟附器去做驅趕 因為他一定會等著要有這個機會可以擊殺你 所以現在 剛上來的時候 預判他在這個位置 但實際上他在這個位置 所以讓他露出了一個比較大的破綻 讓他可以看到喔 好 收掉 現在時間還有一分鐘其實還蠻長的 好 重新飛到隊友這邊 好 4K一直在看 4K一直在看 4K到了後面高台 應該到右上去 好 補裝 這個也是有一點可惜 要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4K已經很明顯 其實這個真的是非常危險 因為他跟隊友完全重疊 跟隊友完全重疊到了 這裡 他很有可能其實 基本上這4K 他剛剛其實已經在瞄準 甚至已經快 可能已經快要瞄好了 很有可能進行到 直接就是串燒 串燒喔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你在上這個台之前 在上這個台之前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定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看到4K已經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在 即便你現在上來 他站在你面前 你那三發跟他來講 都有可能是互換 所以我會建議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位置 是一個很明顯 很明顯 就是他一定會知道 你會在這個地方上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會建議你 可以其實從這裡 跳上去 貼這個牆上去 或者是從下面 繞上去 或者是走這邊 但是因為這邊有一個桶裝 所以不可行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抓的話 我覺得從另外一邊上去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會至少你的隊友 是走這條路 那你是走這條路 他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要嘛逃跑 要嘛就是會被擊殺 擊殺完之後 後面說不定還可以下來 再帶一個 再帶一個桶裝旋轉槍 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目前 敵人少掉了嘛 然後這裡有個桶裝 桶裝在這 然後4K在這 對 然後還不知道這一隻在哪裡 這樣子 所以這個確實有點可惜 在這個陣子上 好 魚上來但是左下有一隻 好這邊有推進 有推進 但是因為前面開了防護罩 前面開了防護罩 感覺不錯 好但是魚被停下來 好這個時候我還是不得不說三十幾秒 就是不管什麼時候 在你不管進攻的時候 就是你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 自己的這個 尤其是在像這種搶魚這種烈士的時候 你自己的這個SP量其實真的非常重要 你在死之前 如果你死之前 你的SP量已經超過一半了 已經超過 只剩下這種一點點的話 千萬不要死 不管怎麼樣都不要死 你要留下非常重要 因為你選擇斯巴射擊槍 你的終極發射就是一個可以扭轉很多東西的 的一個 的武器 的SP 前面 我覺得這有點推在前面 有點像前面了 這個 這個剛剛我覺得他後面這裡 可以不用這麼的前進 就是 第一波這裡 這裡做驅趕 雖然沒殺掉 但是因為其實我覺得 對我自己來講我覺得魚魔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這個魚魔現在是這個狀態的情況下 如果要是敵人多丟幾個炸彈 他可能彈到你可能是會直接死掉的 因為碰到魚魔就是本身就是有傷害 在隊友在進去的這個情況下 打了兩發沒有的時候 我會蠻建議先往後退 因為我們不確定所有的人在什麼位置 你一定要留意這件事情 你要能確保 所有的人如果全部都在裡面 那我們站在這個位置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我們都還不知道敵人在什麼位置的情況下的話 貿然前進的這個口其實是非常不好進攻 因為魚也還沒破 然後後面你的隊友你也不確定在什麼樣的位置 只有一個人在前線 好在前面 哎呀可惜啊最後被這個 剛好我們這邊又落到是倒3的這個狀態 好被對方拿魚 剩下15秒這個很關鍵是最後一波 好前面倒2這裡其實大部分的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其實大部分地板幾乎都是藍隊的 這樣其實要做防守跟進攻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你基本上你要鎖敵 你也會不知道敵人在哪 然後現在這一波出來的時候呢 敵人基本上算是整個都是散開來的情況下 所以呢我覺得在戰場上呢 這一次遇到問題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邊的隊友呢確實在 他確實是會比較分散沒有錯 所以其實對於自己的角度來講 你可能要更加的知道說 你現在隊友到底在什麼樣的位置 比如說假設我們先不管現在時間 剩下9秒這件事情 以現在這個局面上來講 只剩下兩個隊友的情況 我會建議就是先不要完全先不要出去 先把SP擠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要怎麼樣 一個一個把他攻破 到底對方的破綻在哪裡出現 那當然如果譬如說今天遇到真的沒有辦法 譬如說隊友一出去就是送頭的情況下的話 那當然你就是盡力減少你自己的死亡數 然後把SP準備好 然後看好時機點放出去 然後看能不能盡可能的協助隊友去做擊殺 就是不要讓自己變成是唯一出頭的那一個人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現在體驗都在高台的地方 4K也在做2秒1秒 這個就真的 這個就真的是比較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覺得 我目前看起來我覺得 這位朋友我覺得在鎖敵的部分 就是很容易會心急 就是可能看到要追到敵人的時候就會出去 但是你可能會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覺得一定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看一下你頭上的這些 你的隊友的燈號亮的如何 跟譬如說在戰場上他們到底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這很重要 然後你要怎麼樣選擇 你要怎麼樣選擇更好的路線去做 或者進攻或是擊殺 我覺得這個就其實蠻關鍵的喔 因為當你今天在打一場的時候 你在這個打的過程的時候 你一定多少可以感受到 比如說對面有狙擊 對面有狙擊 比如說對面 對面狙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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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先解決他們隊伍裡面哪一個最麻煩 比如說每次在進攻的時候 最常被收掉 都是因為有誰在 然後結果整個隊伍公會被收掉 那我覺得他是最難處理的 比較特別的原因那個角色 這樣子的話可以減少 減少你在這個整個隊伍進攻的這個風險啊 所以說呢我覺得 那個所敵的部分呢 我覺得可以不用這麼急著 想要去做擊殺這個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 你在出發 比如說你在一個中間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好比如說剛破完魚之後呢 到了一個安全的位置 比較不容易被擊殺位置 好假設就算是 就算是前面最好得勢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時候殺完了 然後他會 他會要去殺 4K 然後這個也 5號也殺掉 左下角這個時候全殺掉的時候 就是一波可以大進攻的時候 大進攻完之後的 第二波敵人出來的時候呢 好其實剛剛已經算是整個歪包了喔 這個時候啊 這個時候 你現在是有優勢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 繞到對方的家裡面去 去做一波 去做一波小壓制 或者是就是可以直接從這個 這個裡面進到左邊這塊 去把那邊的地圖玩 等於說你他們復活的時候 一定會想說要去打魚 可是如果要是有一個人在最左邊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有人想要過去 可是如果你跟他保持一個非常良好的距離的情況下 你可能有SP 你可能有附近 他可能要注意 你可以分散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整個隊伍會被打散 可能會有一個人過來 可能會有一個人過來 可能會有兩個人 然後4K在這個角落 所以其實你可能可以分散敵人的注意力 然後再加上這邊 這邊整個 左邊的區塊都是你們的墨的情況下 他們就要花更多時間跟力氣去塗這個墨 好 那假設我們現在這樣出來這一波 我們剛剛是 沒有 被敵人拿走 然後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先跑掉 然後就會回到正經的狀態下 欸剛剛是倒3 剛剛是倒3 對 好 現在看一下 像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覺得 比較關鍵的是 你除了要看魚在哪個位置以外 除了這個位置以外 這三個人在哪裡 這三個人在哪裡 而且我發現 目前我看起來這位朋友 大部分的視角 偶爾都會有一點點比較 偏低的狀況 一點點偏低的狀況 所以你看像剛剛如果沒有仔細看其他兩位 如果只看著魚的話 這個地一下子馬上就會被抓回來了 好 我們再來速速的看一下 下一波進攻 好 對面現在倒2 好我們的魚倒了 好 阿佩發現了 這個時候就是被發現了 發現一個 好 退 退完之後 因為他目前 我目前看起來他這樣退完之後 其實他大部分這位朋友 一直都是在做一個很快速的移動 就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可以 我建議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在一個好的地方觀察一下 現在的戰況是怎麼樣 敵人在哪裡 這裡我覺得可以上高台 我們剛剛有說過 我覺得這裡上自己家高台 你可以看到敵人在哪裡分布 因為我覺得拿了魚炮 你有一個很強勁的武器的時候 這個魚炮要發在哪裡 敵人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很重要 好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左邊殺 然後右邊的時候上來 這個其實如果再早一點點 我們有往後的話 應該就會 就比較不會急 就可以比較B 要被這個 CB桶抓掉這件事 這一波出來 這一波也是打得比較急一點 對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比較像我前面說的 他這位朋友在的這個位置 你直接都會被這個掩體擋住 其實看你看不到對面這一區 到底有多少敵人 然後還有這裡的 不都是狄墨的情況下 你不會知道說 敵人現在在哪一個地方 你只能看得到 這一隻魚在這裡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大家都會想要抓魚 可是聰明在打魚虎的人 他其實是會蹲 一定會蹲在魚旁邊 等著抓你要抓魚的那個人 所以你就會很容易陷入到他 就是埋伏好的這個陷阱 所以說你一定要確定好 這個魚是可以直接單殺的 或者是其他敵人在哪個位置 是你比較 在你的射程範圍內 是比較好做進攻的 因為CB桶比想像中 潑的還要長 所以這個時候 你看其實 剛剛他一繞出來 要打這隻魚的情況下 剛剛應該已經是 斯普拉設計像的極限射程 在打這隻魚 但是4K在這 然後CB桶在這 所以他CB桶會一直待在 他最好的一個射程範圍內 去做埋伏 這個時候就很可惜 如果有提早發現的話 或許就不會 這麼冒然的 直接出去做一個 這個 進攻 剛好有點掉 還後面這個沒點掉 其實有點可惜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在我們在進攻做這件事情 或是防守做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盡可能的 把我們的風險降低的話 那勝率呢 相對來說就一定會提高 那勝率呢 相對來說就一定會提高喔 來看一下剛剛這個地方也是 所以不小心直接一換一了 好我覺得這個地方也是 這個地方也是 這個地方上去之後 上去之後呢 丟了黏蛋 就下來 整個視角就幾乎只有在魚炮上面 只有在魚上面 然後等於說下來因為為了要逃 為了要換位置 所以在這個地方上呢 完全是沒有辦法看到敵人在哪個地方 就是 你少了一段時間 讓你去做觀察 敵人在哪裡 等於說你看到敵人 通常都是你已經看到敵人 在做進攻的時候 你才前去要去殺這個敵人 但這個時候可能 他在跟你的隊友 做這個 互相攻擊 但你發現他在攻擊你的隊友 然後你從正面去攻擊他的時候 那你就會變得相對講比較弱勢 所以我覺得可以多思考一兩步 在看到敵人已經在攻擊的時候 你到底要走哪個地方打 會比較好 跟還沒有敵人出現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要幹嘛 這時候我要看一下敵人在哪裡 魚炮 好我看到魚炮在左前方 然後我要想一下 那其他敵人在哪裡 其他那一隻 在我射程範圍內比較好打的敵人 或者是比如說手很長的敵人 他在什麼地方 這個我覺得會是滿關鍵的 好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敵方的這個敵人呢 就已經先直接先進來 把地板塗一塗 這個時候就是很討厭的時候 因為你看就是我剛說 在前面他地板都變成他們家的時候 你從不管從哪個地方下來 其實都很容易會被抓 再加上後面還有一個魚炮 跟一個4K 喔4K拿魚 魚炮跟這個統裝旋轉槍 在做這個防守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會變得很難打 如果沒有好的SP做一個防守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變成他們 然後整個墨全部都被斬倒 對 整個全部都是藍色的墨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其實在看這個復盤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在看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說 欸奇怪 為什麼他們進攻 進攻過來的這一波 怎麼這麼的容易 那他這一波這麼容易的那個原因 如果我們去進攻對方的時候 也是用這個方式的話 那是不是 相對來說 進攻的前方幾率都會變高很多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你反覆 今天我們這樣子 複盤看完之後 反覆再去看一下 然後去思考一下 如果在這些關鍵的點 如果我們有做到 如果我們有思考到 或者是甚至是 如果我們沒有死掉的話 那我們會不會 其實 這個 整場下的失敗基率 就不會變得這麼高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反覆看 你每次看 你可能都會注意到說 欸我好像確實常常在這個地方 都是因為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 被殺掉 或者是沒有成功 或是被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你要去檢討 你每一回合 出發的時候 到你死掉的時候 你到底執行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都遇到了什麼樣的相同狀況 我覺得這個會蠻重要的 然後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結束過後 這個結束過後 看到這裡 基本上 隊友 是星星爆破槍 是這個死亡次數比較高以外 其實偏多都是9次10次 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這位朋友 我覺得終極發射兩次就是偏少 但很有可能很多次都是 其實終極發射已經快要集好了 但是不小心 在這個對戰過程中死亡了 雖然擊殺數高 但是我覺得在某些地方上 沒有辦法完整的去停下來 這個擊殺數很有可能是你在停魚的過程中 或者是譬如說你在防守的過程中 偶有剛好是有擊殺到幾次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非常完善的 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因為相對來說 隊友死的次數也不少 所以就會變成說 在場上時間比較少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很難防守 也很難進攻 所以我覺得可以思考的是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供給 提供給這位朋友的一些建議 去多增加鎖敵的時間 然後減少譬如說 強力追擊 如果真的殺不到 追不到就不要強硬的去打 然後再來就是鎖敵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再多花一點點時間 在好的位置上確定敵人在哪裡 然後再出發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你降低死亡數之後 你在場上的時間變多了 你可以看的東西變多了 你可以更加有能力 跟去控制自己的節奏的時候 我覺得相對來說 在這一個場次的比賽 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比如說會有一整個 直接被推到底的這個可能性 當然要跟隊友的配合 這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說看頭上的燈號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習慣去看一下頭上燈號 隊友的SP是不是好了 隊友現在剩幾個人 剩兩個人的時候 是不是就不要進攻 我是不是要保持住自己 我覺得在你鎖完敵 不知道要幹嘛的時候 你就看頭上燈號 隊友燈號敵人燈號 自己的SP 然後再來去想一下 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會蠻重要的 好的 那今天的這個斯普拉寶劍 差不多到這裡高一段落 希望我們這個復盤 能對這位朋友起到一些作用 如果你在斯普拉盾3 在這個對戰過程中 也有一些疑惑的話 非常歡迎來信投稿給我們 我們這邊都會抽出時間 來為大家分析解析一下 希望可以讓大家在這個 增格挑戰 或是插筆在上面 可以有更順遂的這條路 可以繼續行走 好了 那我們今天斯普拉寶劍士 就到這裡高一段落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